戲院星期四重開 多套熱滿西片都會上映 不少遇受腸刺反應踴躍 今次戲院重開 戲迷除了可以入場看戲 政府都有進一步的放寬措施 只要戲院全體員工 和那個腸刺的入場顧客 打了三劑疫苗 戲院就可以設有可飲食腸刺 不過我們記者留意到 多間戲院都在社交平台宣布 暫時不提供任何飲食安排 包括家和院線、八老匯、 MCL戲院和高鮮電影院等等 香港戲院商會就認為 有關的要求極為嚴格 也要額外的人手去檢查 所以現階段比較難去實行可飲食場次 相信最多只能在包場時段 開放給顧客飲食 商會都提到 小食部的收入對戲院很重要 因為戲院收入有一半要給了片煮 另一半就要交租 支付員工薪酬和清潔維修費等等 就要靠小食部的收入 所以呼籲政府 跟隨疫苗通行證的安排 放寬措施 讓觀眾可以在戲院裡飲食 謝謝大家 K